想請教市長怎麼看 這次捷克有捐疫苗 那市長之前知情嗎 那像是斯洛伐克和立陶宛 這些國家其實也都有 就是要捐給台灣疫苗 但是台灣其實相比 這些國家相對的富裕 那台灣對於這個部分 應該驕傲嗎 那想再請教市長怎麼看 日本手上都找輝瑞 來討這個BNT的疫苗 但是台灣政府 好像相對沒有作為 是不是應該去跟美國 就是來溝通協調這個疫苗 那想再請教市長怎麼看 這個混打的部分 中央說要等到疫苗夠 才能做混打這個動作 可是比照世界其他國家 好像不是這個做法 那最後一次想再請教市長怎麼看 彭博說台灣是因為太自滿 才造成防疫破功 捷克的問題 這個是這樣 因為 布拉格市長 這個應該是 算是跟台灣特別友好 因為 他在2019年就來 參加我們的智慧城市展 然後去年又隨著 捷克的國會 國會參訪團來 是讓我們今年辦那個線上的智慧城市展的時候 他也有特別來參加 那 昨天其實我跟他有 video conference 透過 因為他跟我講說那個 因為我們台北有寫了一本 後疫情時代產業政策轉型的白皮書 他說如果有英文版的話 寄分給他 他們也研究看看 你知道嗎 參考一下台北在 後疫情時代的產業轉型計畫是什麼 然後他也看說這個讀完以後看我們跟台北有沒有什麼在產業上可以合作的 我最後還有討論那個穿山甲 因為我們要送他穿山甲 他們那個還包括幫他蓋那個動物園的那個 洋穿山甲的那個地方 不過想是這樣 事實上他7月好像就 6月 他有寫信給我 當時就說他會 基於台灣跟捷克的互相幫忙 當時所以應該他有去幫忙講說 送我們一些疫苗 不過事實上我們在之前去年我們也有送他口罩 所以我常常是這樣 我們對人家好 人家是一定對我們好答案是不一定的 但是99.5%還是的 所以 我們去年送他口罩 他去年送我們疫苗 如果大家平常都有在來往 你知道嗎 這也還好 這表示關係良好 至於說 那個疫苗的事 我也不曉得怎麼講 反正 就這樣 如果沒有 這高端疫苗其實他 這樣 有要出國人可能影響比較大 沒有 有效沒效不知道 如果有效的話 其實比較麻煩是以後那個 疫苗護照會比較出問題 因為 在國際上要拿到認證不容易 應該說很困難 所以如果沒有出國需求的人 可能比較不會有問題 如果你有出國需求的話 這個以後會比較是問題 至於說我們台灣 如果要送給外國 外國要用那也很好 也沒有什麼不好 再次五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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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至五至五至五至六至五至六至五至六至五至五至五至六至六至二位 谢谢大家